这里是位于加沙地带南部 汉尤尼斯城郊的 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临时营地 按照最初的规模 这里只能容纳约两千人 但是目前这里至少居住了 八千名流离失所的民众 今年七十五岁的穆赫塔尔 曾在加沙城经营着一家文具店 身患癌症的他 原本已获得离开加沙地带的特别许可 前往耶路撒冷的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冲突打断了一切 我病患癌症 我们在加沙城市里面的 我们在加沙城市里面的 在采访中 亚门始终抱着自己三岁的孩子 由于环境恶劣 孩子已经连续生病多日 但因为缺医少药 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 艰难的生活除了给成年人 带来更多的焦虑和压力 也给孩子们的童年蒙上了阴影 今年八岁的女孩加尼 一个多月前随家人来到这里 对她来说 美好的童年 已经离她越来越远